26歲的黃信辭者 有著一頭長髮和水汪汪的大眼 人生更要開始 卻和朋友去酒店後 離奇身亡 爸爸始終想不透 寶貝女兒身體健康 平常少喝酒 更不會碰毒品 突然猝死 特別質疑 在場的人都不知情嗎 當天和死者出門的 就是這名洪信男子 自稱是竹聯邦成員 2016年為了健身房經營權 和乾隆洲國手起爭執 和六人圍毆 逼簽本票 遭判一年四個月徒刑 只會一直灌女生酒 認識她的時候就知道 她有在偷偷餵女生這種藥 然後再加上喝酒 死者當天和洪信男子 到酒店消費之後 包包內卻突然多了 一筆一萬五千元的現金 讓家屬懷疑死因是否和 這筆錢有所關聯 親友表示黃信死者生活單純 那天一位跟男友吵架 才會跑去酒店喝酒 跟朋友訴苦 當天我問洪先生 桌面上面放一萬五千塊 就是說如果他在飾飲完的話 桌上面一萬五千塊 他就可以拿走 這個錢的來源也是 死者包包裡面看到的 這個一萬五千塊 對於死者的了解 他也不會帶這些現金在身上 法醫表示一般烈酒喝一到兩瓶 恐怕會引發急性酒精中毒 而洪信男子筆錄中 功稱沒有灌酒 但黃信死者 縱然離世留下諸多疑點 讓家屬難以接受 勢必要追出真相 查個明白 三連線的聯運軍 王恩學徐湘芸 台北藏寶